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各個堂區的主日學停課多個月後 陸續在今年9月至10月開課 除了上課前要遵守防疫措施外 各個堂區的主日學都有著大小不同的改變 聖魯寧座堂主日學於9月13日舉行開學禮 除了教學團隊有不同外 主日學也與聖約室教區中學第二校合作 大部分學生會以該校校社作主日學上課地點 另外,陶寧家務聖母堂亦於同日舉行開學禮 今年入讀主日學的人數亦增至130人 故此,今年任教主日學的導師團隊亦相認增至21人 主教助堂、望德聖母堂、聖約室勞公主寶堂、花地馬聖母堂 以及望夏聖方濟國堂的主日學均在9月20日開課 主教助堂特別邀請到澳門教區首目 尼賓生主教為主日學學生給予訓勞 因為新冠肺炎疫情關係 主教助堂主日學已取消了大型集體活動 交由各主日學導師以生活化的活動代替 望德聖母堂主日學也特別加開聖事班 為本應在上學年領受聖事的同學提供相關的教學 希望能夠趕及在今年的基督軍王節初令聖體 以及聖誕節領受堅鎮盛聖事 聖約室勞公主寶堂、花地馬聖母堂 以及聖安多利堂主日學也在教學內容上作出相應的調整 望下聖方濟國堂主日學今年亦有特別安排 該主日學校長Rebecca指出 今年主日學沒有開展新學年 而是接觸停學前的課堂 其實我們有八班 其實這八班跟我們去年一樣是維持不變的 因為我們疫情的關係 十二月就已經疫情爆發 之後我們整年現在二零年 我們都沒有上課 很開心 現在九月二十日我們就再復課 所以也不是一個開學禮 其實就是延續我們之前上了三個月 所以也使學生繼續努力 繼續學習天主的道理 Rebecca表示 希望領性士班的學生 將會於聖體性血節初令聖體 而堅鎮聖士就要視乎教區的安排再作決定 有請問 我記得 我們不可以 有請再現在 簡単